Hello大家好,我是ShotMZ 今天是2021年10月16号 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 我想先说明一点 本视频纯为娱乐性质 并非对您的投资构成任何的一些建议 请大家抱着娱乐的心态来看这期视频 我所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对您造成任何一点点的投资建议 好,那么先看现在的比特币价格 在过去的7天内 比特币和仪太坊均有良好的表现 均上升了两位数的percent 比特币上升了12% 到达了61,000 离史高64,000 仅有一步之遥 然后仪太坊有3800了 接近3900 历史上最高点的4200 也只剩一步之遥 能不能突破呢 咱们拭目以待 然后看一下现在的挖矿收益 如果你有一张3070提案 它的算力能达到50左右 应该是52 然后它的收益能达到3.67 挖这个以太坊 如果你现在目前来看 挖这个ergo可能能达到4.77 当然这些数值都是随时在变的 然后挖这个copal copal也是revencoin 也是这个乌鸦币的算法 也是能达到4.25的这么一个收益 然后现在3070提案 它的价格呢 是最便宜的是600美金了 然后你可能会买到这种620 700都有可能的啊 这些原价的卡 如果是溢价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动查一下你的价格 再出于这个系数啊 比方说溢价离备 那么你的回本时间呢 就是啊 更长了一倍 对吧 这些大家 我相信非常简单的计算 我就以原价为基础 来计算这个回本的时间啊 600美金 它现在呢 是挖3.22啊 美元一天啊 拿出计算器600除以3.22啊 不算其他费用的话呢 不算你平台费的话呢 是186也就是说是6.2个月 Amazing啊 只能说是啊 非常不错 如果你要是换成其他算法 可能当前啊 会有更高的收益 比方说这个ergo4.41 那么600美金 除以4.41 等于136天 除以30 那就是4.55个月啊 这些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字了 已经啊 但是呢 这些数值呢 都是可能会变的啊 如果你今天看4.5 明天可能一个月回本了 对吧 也是可能的 有可能永远都回不了本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 大家呢 在投资之前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research 好吧 如果你现在去eBay 看一下这种二手价格网啊 大家也是1000美金吧 你看这种1000美金 然后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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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1000美金吧 啊 啊 这个eBay可能能便宜一些 看看他的sold listing sold items 啊 基本上乘降价都是1150 哇塞 这个1100啊 可能回本时间需要更长一点 但是我算的是 啊 以太坊这种算法吧 当时当前最好的算法呢 是这个ergo啊 4.41 当然这些呢 变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啊 也请酌情考虑一些你的风险 然后来到这个haven pool 看一下 每100算力的这么一个收益 挖以太坊 每100算力 能得到0.00129个以太坊 也就是说是 7.32刀每天啊 这个收益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有一个G 那就乘以10 就是73刀了啊 仅仅是一天就73刀 那么一周 一个月 一年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最近这个行情啊 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啊 就是说这个 啊 eip4.345 难度炸弹啊 delay到2022年的6月份 啊 是这样的 其实呢 它有四个月的 这个代码转换的时间吧 就是说 本来是定的1月份 然后实施呢 是5月份 有四个月 但是呢 现在啊 推延了一个月 就是改到了6个月 然后有人问我 这个难度炸弹 它最后还能不能挖矿 从这个POW Proof of Work 改成了Proof of Stake POS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官方呢 还没有给出一个 就是非常官方的说法吧 就是说完全转换成POS之后呢 能不能挖矿 这件事呢 还没有确定 所以你问我的话呢 啊 我也是不知道的 因为官方还没有说嘛 当然这个转换过程呢 还是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你看现在刚10月份 2021年10月份到6月份 还有大半年 大半年的时间呢 啊 所以说呢 这个需要再进行观察一段时间啊 我呢 在这期视频里就简单介绍这么多 如果大家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难度炸弹的事呢 可以关注Tim 还有James的微博啊 也就是Twitter了 也可以关注他们的Github啊 网友 个人网页 好 那么投资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大家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做足功课 好 我是Hotam Z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